这一小节呢 是讲最佳的这个分类数 不过呢增加了一点点的不一样 我们这个分割的时候呢 是用所谓的这个超平面 还是一样呢 用Iris的这个dataset来说明 那什么叫超平面的hyperplane呢 这是wiki的 就是平面的如果是这个平面中呢 那就是直线 那如果是三度空间呢 就是平面 但是问题呢 如果是四度空间以上 那就是所谓的平面的推广 所以呢成为超平面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呢我们先看到了这个 各位看到这是二度空间了 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 就是所谓的直线 只不过这个直线呢 跟以前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以前切割的时候呢 是针对一个特征 但是现在呢是斜切 所以呢 你这边有两个特征的时候呢 是A1X1加上A2X2等于B 所以也就是说呢 你在切割的过程中呢 可以同时呢 考虑两个以上的特征 意思是这样子 那这个呢称为超平面 那作者呢 在这个他们的论文里面呢 用了这个名词 这是数学上的说法 叫超平面 但是呢 那传统上 解决策数呢 解决策数呢 把这个称为斜的 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决策数 因为它切平面的 切的这个线呢 是斜的 然后有这个广大的这个文献 然后呢 在Google的Scholar上面搜寻的话呢 有五万多笔资料 所以要这个是跟这个大家说明说 因为使用不同的名词 这个东西呢 是以前呢 就有 只是现在呢 把它系统化 那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是原本传统的做法 直线切下去 那这个呢 是考虑呢 两个类别的时候 但是呢 当你考虑三个类别的时候 这个三种这个鸢尾画的时候 你看呢 这个蓝色跟绿色呢 就会相间 那如果呢 你可以斜切 你看 这一些蓝色的点呢 就不会被包裹进来 所以直觉上来讲呢 因为呢 直线的切割 水平 垂直 是这种斜切的紫集合 它其中一部分的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性能呢 一定会比这个性能呢 还好 最坏就是等于 但是呢 在某些情况底下呢 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这个看图说故事 它可以增加它的性能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 跟以前一样 对不对 这个是用两个特征画出来的图 为什么 因为呢 要视觉化 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呢 你现在呢 在这个节点 在做分割的时候呢 是用超平面 所以呢 这个变数一样 各位注意到呢 这个A sub T 是一个向量 在每一个节点 跟前面是一样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有一个新的改变 就是说呢 这个向量呢 它是属于 负一跟正一之间 然后因为它有P的特征 所以呢 是P次方 在每一个 这个分支的这个节点上面 然后你的右手边 B T呢 是小2等1的 所以各位特别注意到 这边的A T 是指从A1到A N 然后这边的B呢 是指B T 不要被这个符号搞混 非常容易被搞混 所以要特别注意到 要做一下笔记 好 那我们以这个图片而言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一个最佳的决策数 然后呢 它是所谓的这个 超平面的分割 深度为2 好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呢 这是有一个特征 两个特征 一共四个特征 小于5.77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 左边这个数字呢 你带进去 X1 X2 X3 X给你 那你把它带进去算 如果它小于5.77 就是走左边 如果呢 大于等于5.77 就走右边 所以呢 你的特征的 所谓的这个选取呢 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特征 在这个理智里面呢 你选了四个特征 来共同呢 做这个决策数的这个判断 好 那各位注意到呢 那我们今天前面讲说呢 AT呢要在-1跟-1之间 BT呢要在绝对只要小于1 那的确是 你看AT呢有负号 但是各位可以注意到呢 这个呢 数字呢 是怎么样 大于1 这个也大于1 那 这个呢 原因是因为 我们给它乘 一个共同的比例 也就是这一个方程式 就是 我们给它成立这个倍数 所以也就是说呢 你当你把 5.77 除过去 右边的是1 那就满足 有没有看 5.15除以5.77 2.41除以5.77 所以呢 你把每一个数字呢 除以5.77 它就会在这个-1跟-1之间 所以呢 你把它做一个等比的放大的话呢 是比较容易去读啦 它的这个目的是这样子 而是同样道理 这个8.89 把它移过去 这个右边是1 那左边是1 除上8.89 又小于1的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实例 帮各位同学理解说 这个切割是 怎么样一个切割的方法 那针对这种新的 超平面的分割 我们呢 会有什么样的限制式呢 因为呢 我们先有这个-的元素 它的可能性 对不对 我们前面一张图片有看到嘛 所以呢 你新的决策变数 这个HAT HAT 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原本的变数的绝对值 所以呢 你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宣告 一个变数 叫HAT 底线绝对值 这个是一开始你在要宣告的 然后呢 你为了满足这个限制式呢 Globy呢 有提供一个叫做 加一般的限制式 然后绝对值 absolute value 这个是绝对的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以前 已经有看过这个指令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个呢 我们是说呢 AJT的绝对值 要小或等于dt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线性化 利用所谓的辅助变数 来追踪它的值 因为我们说呢 这个AHAT等于AA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给它取代掉 那因为呢 它呢 等于它的绝对值 所以呢 相当于说呢 AHAT呢 大或等于这个变数 那或者是大或等于 负AJT 那当然呢 在求到最佳节的时候呢 这两个呢 就会成为等号其中的一个 好 所以这个是要跟各位讲说呢 基本上呢 你呢 这一个 怎么把一个这种绝对值呢 转化成一个限制式 那这样一个优点是什么 它变成一个线性的不等式 各位知道呢 这个绝对值呢 画图形起来呢 是一个非线性函数 好 这个呢 是跟各位说明 你看这个绝对值函数 你看 这一种呢 是属于非线性的 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重点是说明说 这个和前面一种 这个平行切的 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一样的 这个限制式的目标 跟前一个小节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没有重复了 所以我们这边呢 好 好 感谢观看